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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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裡就是洞庭湖耶! 三個斗大人寄寫在這兒 對不對 這是我們在台灣小時候 只有在地理課本跟歷史課本裡面 相繼有提到洞庭湖的 洞庭湖是中國的第二大湖泊 因此這個地方非常的出名 那今天來到這邊呢 換面了 整個換面了 為什麼 洞庭湖不像我想像中 當中的一般的詩情畫意 上面的全部都是一些 再殺死的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來的季節錯了 現在來這個季節呢 它已經到了乾旱時期了 所以到處都有這個殺死船 來挖這個淤沙 挖這個淤沙 所以造成這邊呢 一點都沒有任何的美景可言 不過此次的目的呢 並不是帶各位觀眾朋友 來看這個洞庭湖的景觀的 是要來找這個 黑金 中國也有黑金 聽說這個黑金呢 藏在於史前時代的 活化石的身體裡面 它的身體呢 非常高大 體重呢也比小馬重 怎麼會藏在它的身體裡面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黑色黃金 居然藏在史前活化石的身體裡面 而且還被列為 世界最珍貴的食材之一 究竟這個隱藏黑色黃金的生物 長得是什麼樣 黑色黃金又是什麼樣的西式珍寶 為了一讀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第一等小組來到湖南的古城岳陽 看看這些充滿歷史的古蹟背後 是否隱藏著重要的線索 岳陽樓 哇 我又進入這個 歷史裡面的一個環節了 岳陽樓呢是我們中國 江南的四大名樓之一 那岳陽樓呢 它這個地方呢 是以前這個范仲淹呢 曾經在這邊寫過岳陽樓記的時候呢 有這麼幾句話 非常有名的 先天下之幽兒幽 後天下之樂兒樂兒 不宜悟悉不宜幾杯 而這個岳陽樓呢 在中國的建築學上面呢 也是非常的特別的 因為呢它是屬於這個 盔頂式的建築物 我們可以看喔 整整的呢 從外面這樣遠一點的地方看呢 這個岳陽樓上面這三層呢 三層呢 有如這個當時那個年代裡面呢 將軍的帽子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本意是說 一個將軍 兩個將軍 三個將軍 有沒有 感覺到非常的威武 非常的莊嚴 然後呢跟軍事有點關係的 根據古書記載 岳陽樓最早由三國時代的 魯術所建立 是用來教越洞庭湖水軍的閱兵台 不過時至今日 岳陽樓和洞庭湖沒變 倒是氣勢磅礡的水軍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靠湖為生 常年居住在船上的水上人家 然而奇怪的是 據說他們捕撈上來的黃仙 每一種都長得超怪異 彷彿古代的生物 說不定咱們要尋找的史前國化石 就在洞庭湖裡面 哎呀 陳大哥 哎呀 這麼帥的你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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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早上好 現在這個 這個 我們待會兒 是不是你一般的這個時間 就要出去洞庭湖上面去捕魚了 那有哪些魚呢 哪些魚 魚 有蠻多種啊 那大概是什麼樣的魚種呢 現在這個季節是最多的 有那個黃骨魚啊 什麼東西 黃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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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思義 它剖開來骨頭是黃色的 是這樣嗎 它這個皮膚是黃色的 皮膚黃色的 但是你們叫它黃骨魚 它骨頭比較大 骨頭不大 但是有兩個隔 像牛一樣的 有兩個隔 隔 有兩個腳 有兩個腳 真假的 魚有兩個腳啊 好奇怪喔 它該不會叫聲也是磨 我都喊什麼 還有瓦子 瓦子 你賞什麼樣子啊 聽起來好怪 瓦子 它的皮膚像蛇一樣的 皮膚像蛇 光滑光滑的 你們一般來講 你們都拿什麼工具捕 你等一下看得到的啦 等一下看著 所以現在差不多要出船了吧 嗯 話說這洞庭湖的面積 足足是日月潭的三百多倍 湖鮮豐富的程度可想而知 只是陳大哥口中的黃骨魚 到底是什麼樣的怪魚 不但長出像牛魔王一樣的牛角 竟然還會發出像鴨子一樣的叫聲 不知道的人看了 應該會以為是看到湖怪吧 大哥 這邊就是你的基地啊 對 這是叫你們這邊叫魚鎮是不是 對 蛤 你們怎麼擺的 有算過嗎 怎麼樣擺 要引魚 引那個魚進來 對啊 要引魚 這樣的方向引魚進來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潮汐的方向嗎 對對對 沒錯 厲害了喔 就是水往這邊來的時候 魚剛好游到這邊來 對對對 卡住了 然後你就擺一個迷糊鎮 拿狗 那它進去之後 那個魚呢 搞不定方向了 它就困在裡面了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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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天 你們大概這樣子每一天 都要來這邊收魚 是不是 對 大概量有多少 有幾百斤吧 這種魚鎮也太方便了吧 只要擺放的位置選得好 它根本就合一台 自動的捕魚機器 沒什麼兩樣 而最後呢 只要將聚集在網子末端的 魚貨拉起 就OK啦 比起傳統的沙網捕魚 可是說輕鬆得多啦 這裡就是你們 一般就會從這裡 那個 你們的網子在底下吧 對 拉一下 拉一下 小魚 還有什麼魚 我看到比較大的 黃骨魚 黃骨魚啊 來來來看一下 這叫黃骨魚喔 真的是耶 它皮膚是黃色的 這叫黃骨魚喔 對 我聽到一個聲音耶 它會叫啊 是啊 它的叫聲好好玩 它叫這個 那種聲音耶 對 我覺得你不好意思 來 我們收一個音 來你你放進去 有 有沒有 它這個旗啊 這邊好像多了兩個腳 在它塞的後面 對啊 這兩個是什麼 你看它的武器嗎 像你咬一樣的 有翅膀一樣的 平衡 平衡 兩個那個 翅膀腳嗎 這吃到人會很痛吧 很痛很痛的 很痛很痛的 很痛很痛的啊 那你 你有被刺過嗎 我刺過 它真的比刀割還要痛 你看 這個 就這個 我這樣歪起來這兩個 對 就是兩邊兩個 它這兩個腳上有頭 有頭啊 對 有毒 這黃骨魚也太妙了吧 既然真的發出 像鴨子一樣的叫聲 所以他們也有另外一個綽號 叫黃鴨叫 不過眼尖的朋友們 應該已經發現 這個聲音的來源 其實是魚聲兩側突出的魚骨 來回百豆所造成的 而黃骨魚特殊的構造 似乎也間接證明了我們的猜測 這洞亭湖裡一定隱藏著 許多特別的生物 其實它這個鎮啊 非常的長 然後你整個沿面 這個洞亭湖的湖面呢 大概有 我覺得應該有上千戶的漁民 在這邊 是不是 對 都是靠這個洞亭湖為生 沒錯 那大家彼此在這個 擺這個魚鎮啊 會不會有地盤上的問題呢 有啊 也有啊 對啊 那需要跟政府租借這個面積嗎 啊 對 要跟政府租借的吧 對 那你們有沒有為了這個 這個湖面上面地盤的問題 而吵架啊 有啊 你有被人家找過麻煩嗎 找過啊 真的啊 真的 人家怎麼找你麻煩 不用我人住的地方 不讓你在這裡啊 對啊 他叫你走啊 對啊 他拼什麼叫你走啊 他的 是他的 奇怪了 無邊哪裡寫他的名字啊 對不對 我怎麼看到這一片都寫信成的嘛 你看我都聽你的 有嗎 有啊 來來來來 快想 什麼魚什麼魚 瓦子魚啊 瓦子魚 對 聽不講你 很大的瓦子魚耶 這算大嗎 算大的 算大的 對 我的運氣真好耶 那就是瓦子魚 牠好像娃娃魚喔 怎麼叫娃娃魚 怎麼會頭長那麼像娃娃魚啊 對啊 這個瓦子魚長得這麼快 牠好像那個 史前時代的生物喔 對啊 這魚又吃這小魚耶 又吃這小魚吧 你看牠牙齒 那不是牠的食量嘛 你看牠牙齒多可怕 你看喔 牠的牙齒是長這個樣子的耶 牠整個下巴 裡面呢 我光這樣子看啊 牠下巴這一排的牙齒 至少上百個 上百個小牙齒 對 牠咬人 這咬人會痛嗎 很痛很痛的 很痛的啊 好 好 那這隻母的公的呢 看得出來嗎 母的 你怎麼看出來 你怎麼看出來 公的牠就是在補子裡面 補子裡 公的 在下面 牠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後面 這個地方就是母的 這個在中間地方就是母的 對 然後在後面就是公的 那是牠的那個 算牠的器官 對 不會吧 怎麼動聽狐狸 撈到每一種魚 看起來都像史前生物 難道是在暗示著我們 終極目標就在這狐狸嗎 不過大哥卻是一臉疑惑 說沒有聽過這裡有出產什麼 黑色的黃金 倒是強烈建議我們一定要嘗嘗這兩種怪魚 他保證吃起來一點都不怪 還非常的美味 好 陳大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屬於這個 你們一般水上人家住的地方 對 這個叫船屋 對 那這個它一般會開嗎 會開走的嗎 會開啊 會開 可是我現在看到都是停在這裡 而且這個 感覺這個船屋它非常的重耶 非常厚實 它是水泥來的 是啊 是水泥來的 需要報戶口吧 要報戶口 就是每一個船它有一個像門牌號碼的 對 是不是 有編號的 有編號的 那你可不可以今天住在這個202號 後天住在860號 有可能 真的啊 對啊 就是看你開到哪裡就換號碼 對對對 是這樣的嗎 真的啊 還挺妙的 那今天呢 我們又補到這個 黃骨魚 我要吃一下囉 味道挺好的嗎 好吃耶 你看這個魚肉 誰說它小吃不好吃 也好吃 而且 大塊大塊弄下來還是魚排呢 骨頭就像 骨頭也是乾乾淨淨 真的急急的 就在這邊 各位 瓦子魚 就是長得像瓦瓦的那個瓦子魚 也有像比較大隻的頭沙 頭沙比較黑 它的瓦子魚呢 長得像是特別的怪異 有沒有 骨頭呢就中間那麼一根 其他地方全頭肉 對 全頭肉 挺香的 不只是挺香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它的肉 你看到沒有 我這樣筷子一夾 你看 一夾 有沒有看到 它像不像鱈魚 它的橫切片 一層一層 像不像鱈魚 整片整片的 然後它完全沒有骨頭 好吃得不得了啊 這個魚怎麼可能一斤八塊錢呢 你記住了吧 多了 多了 因為數量大 對 品嘗完美味的怪魚 咱們所要尋找的史前活化石 卻還是沒有半點消息 此時呢 大哥建議我們 不妨可以到南部的稱州找找 他聽說 在那裡出現了一種 比人還要高大的怪魚 據說 正是從億萬年前存活之間 說不定 和我們要找的史前活化石 有關 你看 連我也也停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地方叫稱州 然後經過一個地方叫雙排線 然後剛剛稱子經過這裡的時候 我發現說 為什麼好多人在這邊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個 你看看看看看 這是一個表演嗎 好 這樣一點 我們當地的一個雄師 叫雄君 他在這裡有一個表演 我們看到他雙戲可以炒菜 雙戲可以炒菜 不要蠶子 這是假的手吧 這是真的 真的手 對… 雙手幫他油裡面炒菜 對… 不要搞了吧 這真的假的 那哪一個雄師傅 雄師傅呢 雄師傅 雄師傅你好 看到了我的手 雄師傅你看 這真的手 真的手 確定 雄師傅 聽說我剛剛聽一位大哥說 你可以炒菜 可以炒菜 用這個手 用雄師傅炒菜 開水裡面 撈這個修化筆 用雙手就可以炒菜 還能夠從滾燙的開水中拿東西 這有這個可能嗎 難不成 眼前的這位雄師傅 是傳說中的特異功能人士 還是修煉了鐵沙掌的武林高手 否則一般人的皮膚 別說是一百度沸騰的開水 光是接觸五十度以上的熱水 就會有燙傷的危險 這是你練的功嗎 這是練的功嗎 這個跟小時候練功 有一點點的關係 你小時候練了什麼功呢 練鐵沙掌 鐵沙掌 鐵沙掌 鐵沙掌真的假的 可是他的 我跟你講平常一講 人家講說這個命好不好 看這個手嫩不嫩 這雄師傅的手呢 嫩的 他不像是廣大的農民 對不對 在那邊每天拿鋤頭 他這個手非常嫩 指甲呢 抹點指甲油 有點像女生的有沒有 有點像女生的指甲 各位滴滴前面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自己隨便模仿這一段 因為我們熊大叔呢 他是自己練過的 各位觀眾 小馬也要下去了 沒有啦 那水剛剛搭下去 還很溫啦 連溫泉的溫度都還不到 對不對 等到那個水滾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氣泡 好 我們用視覺趕快一看 他不是放乾冰喔 就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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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然後呢 我再拿這個呢 去給他測一下 如果溫度上100度之後呢 師傅就要幹嘛呢 我們大家一般的大鳥兒 在家裡面呢 瘋瘋瘋瘋瘋瘋的時候呢 用的蒸 把它丟到這個炒鍋裡面去 我們的熊師傅要一根一根的 把它從溫度100度的滾到水裡面 撈起來 怎麼跟小馬想的完全不一樣 本來以為熊師傅的手應該會很粗糙 手上皮膚應該會很厚 才能夠抵擋高溫的傷害 沒想到熊師傅的手 竟然像女生一樣又白又嫩 這也讓第一等小組不得不懷疑 熊師傅是真的有耐熱的本事嗎 還是他根本只是個會使用騙術 或是障眼法的江湖郎中 師傅 我已經把水弄滾了 用我畢生的內功 來 我們測一下 你看到沒有 水已經起泡了 到底這個水溫呢 是有幾度呢 對不對 因為搞不好呢 舊人啊 他就說 這可能裡面放的乾冰 他根本就不燙 其實他非常燙 因為我現在手呢 在蒸氣上面我都非常燙 可以看得到嗎 大概已經看到100的 因為我剛剛手那個蒸氣太燙了 我先拿開來 好 秀花針出現 要追到那個咚咚咚的聲音 你看 有了 有了 要下去了 要下去了 各位觀眾 雙排奇人 熊師傅 哎呦 哎呦 你已經撿一根起來了 哎呀 哎呀 你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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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哦 師傅等一下等一下 你還好吧 開始 他的手我這樣馬上摸到 還是燙的耶 因為他剛剛下去的時候 是100多度的溫度耶 繼續 看到沒有 師傅 快點 對 師傅 太恐怖了 簡直就是自殺的行為嘛 面對滾燙的熱水 熊師傅竟然能夠毫不遲疑 一根接一根把秀花針給拿起來 而且想把我掛保證 這個溫度計 是我們直接從台灣帶過來 不可能有機會造假 所以這一鍋開水可絕對有100度 只是說一點奇怪 相信大家過度或少會被熱水燙過的經驗 下意識一定是馬上避開熱源 熊師傅呢 卻是完全相反 不斷的將手往熱水裡放 連換隻手都不用 這也太不可常理了吧 還有三根 師傅 還有三根 還有兩根 還有一根 師傅怎麼又多了一根 師傅又多了一根 師傅 每天有一根 師傅又來了 給師傅掌聲鼓勵一下 辛苦了 叫師傅 對不對 你以為師傅在玩假的嗎 對不對 你以為他每一次的功力 只能下去10次嗎 錯 剛剛10根老闆 我再丟 他再丟再丟 師傅還是一根一根把它撈起來 太厲害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肉啊 還是一樣粉紅粉紅的 一點燙都沒有啊 根據了解 人的皮膚在接觸100度高溫滾燙的熱水之後 就會有可能造成二級的燙傷 也就是皮膚會紅 熱 透 以及汽水泡 沒想到熊師傅的手竟然一點變化都沒有 還是一樣白白嫩嫩的 難不成這些道具都沒問題 而是熊師傅在這雙手上動了手腳嗎 你看到沒有 現在鍋子也熱了 鍋子熱了 現在要倒油了吧 倒油 倒油了 好 我們測一下這個油溫 好不好 測一下油溫各位觀眾 現在已經要超過50度了 一直往上急速的飆漲當中 有沒有看到 很誇張吧 這是真的涼油溫的喔 已經 你看到那個鍋子已經冒煙冒成這樣了 這個油溫確確實實有100度 好不好 至少100度的油溫 好 在這邊一個高溫之下呢 到底我們雙排線的奇人熊師傅 能不能夠用雙手土手青椒炒牛肉 各位觀眾 眼前的油溫保證是過增價實 而且溫度還在不停地往上升 或許大家會覺得 這跟之前的熱水溫度差不了多少 不過 要用手當鍋鏟 把這道青椒豬肉給炒熟 可不知幾秒鐘就能夠解決的事 熊師傅的手 會不停地在滾燙的牛裡面這麼翻炒 這樣他真的受得了嗎 他的手不會像豬肉一樣一起被炒熟嗎 差不多開一點 來囉 下鍋囉 小心喔 快看我就痛了 他的手 你看 他的手真的有油了 他不是說只用指甲草喔 對 你看那個肉下去 不到幾秒鐘就已經燙熟了 更何況是我們的人肉耶 秉立 秉立等一下喔 你危險咧 不要太靠近啊 危險啦 太誇張啦 眼看著豬肉已經快熟了 熊師傅照耀臉不紅 氣不喘 繼續在鍋子裡面翻炒 真難想像 熊師傅的手到底是什麼感覺 哇 欸 師傅你不怕 你不會覺得這個肉已經熟了 你的手怎麼 沒有 那現在要放菜了嗎 放菜了是不是 熊師傅青椒炒豬肉喔 再來一道熊師傅青椒炒手指頭喔 他的手指頭居然可以放在裡面這樣炒 我覺得看得好過癮喔 你真的不會燙嗎 沒有感覺啊 沒有感覺啊 有感覺有 有感覺有 感覺什麼感覺呢 脹脹的 感覺有一點點燙 有一點點燙 但是沒有那麼燙 對手沒有傷害的 對手沒有傷害的 我看過全世界這麼多的奇蹟怪怪的市場裡面呢 這個現在排行榜 在我心目當中排行榜一直節節高升 因為真的耶 他的手是真的手 那個油乾有一百度耶 他怎麼可以發出這樣啦啦啦啦啦啦 那手不就已經氣泡了嗎 有沒有看到 湖南的雙排線騎人熊師傅 一大早呢 在我們這個廣場裡面呢 炒了一盆 非常色香味俱全的青椒豬肉 你的手還行吧 沒事... 沒事喔 看一下... 看到沒有 依然豬圓育潤 感覺這個手還非常好 摸摸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吃一下吧 我們我也吃一下 我也吃一下 我也吃一下 這位置特別不一樣 特別好吃 來一點 行不行 看看我能吃看看 好好吃 來個辣球 行不行 太好吃 好吃吧 沒有好吃 好吃 大哥來 好吃 好吃 各位觀眾 你以為用手炒菜已經很誇張了嗎 更嚇人的還在後頭 據說接下來這一招 是熊師傅的終極絕招 平常可是不會輕易的表演 今天 在這裡巧遇咱們世界第一等小組 決定讓我們大開眼界 看看 什麼叫做挑戰人體極限 師傅 師傅 這一段厲害了 你要炸什麼來的 炸那個油餅 炸油餅 那我給你倒油了 我給你倒油了 小心了各位觀眾 小心了油炸了 夠嗎 再來再來 再來 還要再來 再來一點 行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呢 待會兒我們師傅要炸這個油餅 然後呢 這個油要等他燙嘛 你有沒有曾經 因為這樣表演的時候受過傷 沒有 從來沒有 沒有 那你現在有沒有列入這個 什麼金氏世界奇人啊 有沒有列入這樣的一個項目 現在的心情世界 就是這個 正在申請當中 來 最多的 最多的 有一百多的 各位 你看到這個速度有多快 各位 來 等一下要再跟你們講 好 來 已經一百八十度了 接下來呢 等一下 等一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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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畢竟有點破了 看到沒有 這是真的燙的油啊 哇塞 這也太危險了吧 你能想像把手放進炸雞排的油鍋裡 是什麼樣的感覺嗎 將近兩百度的油溫 皮膚一旦解鎖 難道不會有爆開的危險嗎 此時 這件現場的群眾是越來越多 大家都屏息以待 看看到底熊師傅 會有什麼樣的驚人之舉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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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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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師傅 我替你 捏了一把冷汗啊 但我相信啊 那師傅呢 這個功力還是非常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這樣兜一下 兜一下是要勇氣 有可能 因為今天也天氣冷 各方面的狀況呢 在這種0.0幾秒的一個伸縮之下呢 它可能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但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手呢 一直有機會去接觸到這個的話 這是會爆開耶 這個肉會爆開耶 好 看一下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看看 各位觀眾已經超過了 200度了 超過了 200度的一個溫度呢 一般來講 你摸到 可能就起泡了 對 一般來講摸到就起泡了 各方面還可以炸餅 好 掌聲鼓勵一下 怎麼辦 熊師傅 還好吧 我看看 還好吧 有什麼感覺呢 你下去這樣炸的時候 有一點點燙的感覺 有一點點燙 有一點點燙 還是會燙的感覺 所以你都會大概知道說 差不多已經要 這個皮快破了 就趕快拿起來對不對 然後再休息一下再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熊師傅 他是有比別人多了一些些的忍耐力 可能在他的手呢 真的特別耐燙 也許是這樣子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熊師傅的手 可以如此的耐熱 到現在 人是個謎 即使有許多單位 還幫熊師傅 進行各種實驗和檢查 卻始終沒有辦法 以科學的方式 來解釋這樣的現象 然而世界之大 相信還有很多 無法理解的事情 等待我們去探索 就像此次 我們要尋找的 黑色黃金 它的價值之高 同樣也讓很多人 覺得是不可思議 不會吧 你看這三個大煙囪 欸 它對我們地球環境 有多大多大的污染啊 之前來看了這個電影 2012有沒有 還有之前有個電影 明天過後 內地呢 叫做浩田 都在講到這個地球環保 出的問題呢 導致於這個末難的節日啊 那但是呢 我這次來到這個 湖南的稱州 是要打聽的 有一種頂級的食材 就是魚子醬 而這個魚子醬呢 什麼魚做出來的魚子醬 最好的呢 答案就是尋濃魚 那魚子醬 之所以好吃的話 必須要有這個 非常乾淨的水質 讓這種尋濃魚 能夠在那邊呢 棲息 然後呢 呼應它的這個魚卵 這一條呢 叫做東江 上面的就是東江湖了 可是這個地方 感覺上好像這個 整個這個 它的江水裡面呢 應該都有嚴重的工業污染 怎麼會尋濃魚 除了沒有這裡呢 沒錯 咱們這次的目標 就是同樣有 黑色黃金之身的魚子醬 世界公認頂級的魚子醬 就是取自活化石 尋濃魚體內的魚卵 在加工製造而成的 雖然全世界有九成的魚子醬 來自離海 不過這一次 卻讓我們打聽到 在湖南的稱州 既然也有人 專門在生產魚子醬 總總 你這個鱘魚 就養在前面是吧 什麼樣的鱘魚 鱘魚 鱘魚 多大呢 多大呢 最大呢 最大呢 120斤 120斤 120斤啊 有沒有到一公尺多 一兩公尺 那不只 不只啊 1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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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這很高啊 比我高啊 對 那這個 他們這個每一年 大概在什麼季節的時候 產這個魚子醬呢 這個每一年到晚都有 那它這個在中國這個 十四鱘魚多不多啊 這在中國是養殖 這個是從俄羅斯過來的 它又跑到我們那個 黑龍江那個 在湖原那邊 湖原那邊 會繁殖 繁殖 它專門繁殖自己 從那邊過來的 我們給它捕捕起來 捕捕起來 然後把它這個魚苗 放到這邊來再養 繼續養殖 原來莊種這個鱘魚養殖場 就是專門為了生產魚子醬而建立 讓原本只有固定季節才能夠 生產的魚子醬 可以不受限制 一年四季都可以出貨 這一池全部都是巡龍魚是吧 是 多大的啊 把它拉起來 我們看一下 到來一百多元 看看 都來了 好多 好多 看到沒有 整池的巡龍魚 這一看就知道 好古老的生物 對不對 來看看這邊 摸摸看 它的皮膚呢 感覺上還是蠻滑的 但是呢 覺得很堅硬的感覺 我們莊種呢 盡量努力的 撈一次呢 給大家看看 不過啦 這個網子太小了 根本撈不起來 抓了 抓了 抓 抓 TIG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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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乖乖 好嘞 很重啊 它力气很大 好大力喔 很可怕耶 它刚一甩你知道有多大力吗 整个甩过来这样子 你看看我们招走要用多大的力气 各位观众 不要搞我们了 我真的很担心招走一头就掉下去 没想到巡龙鱼看起来温序 发起狠来竟然这么可怕 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它拖下水 只是这些巡龙鱼除了体型大小不同之外 看起来都差不多 究竟要如何判断有没有鱼卵 又怎么能够知道够不够成熟呢 会有专门的人来看说 这只母鱼里面已经有鱼子酱了 要剖开来了 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动手是要搓 用搓子搓 搓进去搓出来 把那个里面的暖槽给搓出来 是有暖没暖 是公式母鱼 那你们最主要这个基地的目的是 要卖这个巡龙鱼还是巡龙鱼的暖 我们做鱼子酱 它这个母鱼的 所以做了鱼子酱 以后就这个鱼子过费了 就破开十了 破开来就死掉了 这个一斤肉来讲是多少钱 几十块 那真不值钱耶 但它软的话呢 算一克一克的吧 那一公斤有几千块钱 一公斤几千块 我们那秋少的话 如果说贵果的话 你估计地区就把这个吃到 一两个都不值钱 就翻几倍啦 鱼子酱和鹅肝松露 并称西方三大真贵 其中鱼子酱和松露更是真贵 由于产量有限 价格昂贵 所以也被视为最高的饮食享受 而顶级的鱼子酱更是夸张 一公斤甚至要价一百万台币 平均一口就要吃掉你两万块啦 现在要取一只起来 可是因为它这个鱼非常贵 也不知道取来的到底有没有鱼卵 我还蛮担心的 好 取来了 叫这尾吗 你都会确定它有没有鱼卵 每条都有鱼卵是不是 来 一物兵 一物兵 来来来 我们就这样子 来 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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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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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庄总说在鲨鱼取卵之前 之所以要用单价包覆 是为了不让母鱼太过紧张 因为一旦母鱼太紧张 肾上腺素分泌过剩 就有可能会破坏鱼籽酱的美味 也就是说要吃到最顶级的鱼籽酱 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 鱼龙鱼 耶 来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要不要把它从单价上面取下来 要不要 就这个 就单价上面啊 你确定啊 就这一尾了 它这个如果在这个陆地上面 照这个史前生物啊 它的这个生命力一定很强 这种巡龙鱼啊 放在这样的地方可以活多久呢 天气凉的话可以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那天气如果温暖的话呢 很温暖很快就死了 它也必须要寒带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现在还是在呼吸 只是说它的活动力降低了 然后呢身上呢开始 它本来在水中摸的是滑的 现在摸的是黏的 为什么 你看它整个上面是胶纸 对 它本身也有保护层 本身有保护层 有胶纸 但它的骨头呢都非常的大根 所以刚刚在水里面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危险 如果它这个鼠尾巴一甩到的话 也是很大力 好 那这个庄总 你估计它里面的卵 这次有几斤了 有两斤多啊 为了全程记录鱼卵取出的过程 庄总特地挑出了一只比较小只 大约二十三斤的巡龙鱼准备现场示范 大家别小看鱼小归小 想买它可是得付出三万多块台币的代价 不过要是能取出满满的鱼丸 那就绝对是值回票价的啦 把它翻过来 它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它母的功能吗 看不出来 在这个地方是就看不出来 它要开始刷了 可以了 等我一下啊 快点吧 是啥 退了 什么意思退了 时间过了 哇 没有鱼几下 有 庄总 你别闹了啦 一下子说时间过了 一下子说有鱼卵 等着大家的心情像是坐游桥飞车一样 你刚刚不是说一定有鱼卵的吗 不 鱼子的时间过了 它采鱼子的时间过了 采这个鱼卵的时间过了 但是里面还是有鱼子的 这是一颗一颗的就是鱼子酱了吧 好 鱼子酱 这个金黄色 金黄色的鱼子酱 是高级的 最好的鱼子酱 所以吸收回去之后它就 鱼子酱现在数量比较少 对不对 它要到明年又回满了 要等明年才能做啊 对 就退回去 退回去的 所以现在取不出来咯 就取不出来 取不出来啦 哇 那怎么办呢 取不出来咯 你看它一颗一颗的 就给你鱼子酱了 对 不用说 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虽然庄总一再的保证 每一只鱼龙鱼都有鱼卵 可以制作鱼子酱 但是结果呢 却是我们挑到了一只 鱼卵已经退化的母鱼 该说是我们运气太好了吗 而这只原本价值好几万的鱼龙鱼 也因为没有鱼卵 身价顿时暴跌 如今卖到餐厅 可能也只剩下几千块的台币 这鱼龙鱼的鱼生 这个呢 一般我们在这个 各式的日本料理店也好啊 或是台湾的海鲜餐厅里面也好 比较少能够吃到鱼龙鱼的鱼生 非常少 而且这个鱼种呢 在这个小马的所拥有的知识里面知道呢 它比较是史前时代的生物 相当久远 这个肉真老 不是 这个肉真有难性 难性很强 非常好 而且甜的 有点像鳄鱼肉 这个我看懂了 刚才你我看来的那个鱼子 它不到时期了 它又回去了 对不对 这过了一点 过了一点时间了 但是呢还是可以拿个爆炒 爆炒之后还可以看得到一粒一粒的 感觉很特别 而且是不同 这个在营养特别高 非常特别高 按贵服那个 我外人说它是难免贵客 在台湾有吃过鱼龙鱼的人都知道 鱼龙鱼是非常贵的高级鱼 随随便便就能够吃掉好几千块 没想到在这里 一旦没有鱼卵 鱼肉就变得一文不及 不过当然不影响它的美味 而为了弥补我们的遗憾 庄总也特地请人送来 刚刚加工完成了鱼子酱 让我们好好地享受享受 可怕啦 当台湾呢 一面在这个反黑金的当中呢 没有到湖南的成州 严禁复辟了 庄总 你为什么要官商勾结呢 你这黑金怎么搞的呢 这一盒到底多少钱你说 对吧 这一盒应该的七八百块钱 七八百块钱 东西 这是真正的鱼子酱啊 这就是出产于这个 你们基地里面的这个 叫什么 史诗巡龙鱼 这样子大概是几公克的 这样一瓢 125克 125克 一瓢啊 都算几十块了 我跟你说 这样子 他们都这样子 等一下等一下 庄总比较教育我了 这下子紧张了 怎么弄 这样子 打换来 他们一般来的 因为就会少出一个 对 这样子 哇 这哪一招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 你是外国人这样吃 还是我们中国人这样吃 外国人这样吃 外国人这样吃 有可能的哦 外国人搞不好吃一只叫 他们以为这个人吊一吊 哇 你真的继续跟官商勾结好吗 嗯 因为这种黑金复病的事情 难道很愿意接受 哈哈哈哈 黑金啊 这个黑金啊 诶 东东 外国人一天就吃 20粒主要 一天吃多少 20粒 20粒 一颗一颗的上20粒啊 那我刚刚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哈哈哈哈 要不然我们来个一年的 你觉得怎么样 一年份 很好吃 很香 诶 真的很棒 对不对 而且这个鱼子酱呢 好像听说是金色的是最贵的 金黄色的 那黑色的 它整个几个颜色 有分哪几个颜色呢 金黄色有黑色 还有带白一点 带白一点的 但是黑色是比较普遍 亮大 亮大 那大家会不会有没有人就想说 因为这个金黄色的比较贵 所以拿黑色或者白色的 去稍微用一点色素或什么之类 去染一下变成金黄色 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的 破开就原 破开就原色 就这个颜色了 虽然这次我们无缘完整记录 巡龙鱼鱼卵的取出过程 却有幸在雨程中参与 洞庭国渔民 特殊的鱼正捕鱼 更有缘一睹 奇人熊师傅用手炒菜的特殊绝活 而最后呢 也幸运地能够品尝到 所谓的顶级美味鱼子酱 或许世界之大 只要我们能够用 更开阔的胸襟面对 每趟旅程一定会有 超乎意外的收获 您说是吧 世界平定